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不说连之后推到十点档播出的凤球黄都赶不上 就连被大家说扑街的南方有乔目还差着那么一点 最可怕的是第一集没啥剧情 你说看的人比较少也能理解 之后两集剧情已经开始进展了 但是收视率不降反跌 上一部湖南卫视压早播出的电视剧还是列场 事实上完全不能怪四月份什么收视低迷 要知道去年这个时候在播什么电视剧 人民的名义 最高收视破了期的电视剧 绝对的黄金段待遇了 湖南卫视为了远大前程宣传也算是费心费力 最后迎来的结果却是真的惨 因为有唐人机探案2的成绩在前 加上这么多老戏股配置 看起来很是能火爆的平台 陈思诚写完这个本子之后要求自己当主角 而不是别的演员来演的行为 确实能让人理解 但是说实话 远大前程没有向他理想中播乎成绩那么好 他自己也得背很大一口锅 因为之前陈思诚干的奇葩 高效事也太多了 而且陈思诚也有经典 诸如我可没有被女人伤过 我只伤过女人 骄傲也是一种气质 哎呀妈呀 影视平均打出来都有点牙酸 陈思诚确实也是世财傲物 说好听了是有才华有自尊 说的不好听还是那个老毛病 太自恋了 陈思诚说去沈阳参加中学生见面会 去了玩的之后中学生全部特别迷恋他 他就是那些中学生那一代人共同的回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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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里真的不能怪台下观众不礼貌 真的是忍不住笑啊 而且陈思成还说过自己常的想郭富城 不 应该是比郭富城更加清秀一些些 真的是难为陈思成了 这话说的完全听不出来 是自夸呢还是自黑啊 其实陈思成一直都是这样 自己都承认自己 帅是我给人扑面而来的印象 除了小时候自己模仿金庸的天龙八部写过一部流芳摆饰 模仿过古龙的楚流香传奇写过一部陈流香传奇之外 陈思成还曾经专门开发布会 把和李亚玲 他们俩因为被爱的剧本打官司 的商场纠纷开成 是因为李亚玲暗恋她不称 所以告她的戏码 只能说社会社会 把李亚玲实际的直发懂啊 我会把李亚玲的线开发布会 而且当时的杨幂这话看起来也是让人有点无语,说陈思诚以前不靠谱,万一以后靠谱了呢? 和这佟丽娅结婚在这碰运气呢? 在远大前程播出之前,陈思诚是信心满满,而且表示这是他电视剧收手之作。 陈思诚接受采访是这么说的,电影给他几个亿,拍出来俩小时,很爽,但是电视是同样的钱,拍出来五六十集,合着是嫌钱给的不够啊。 只能说这样的态度来拍电视剧,普洁也不奇怪。你说呢?